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来介绍李在前 他是台湾资深严谨的几何雕塑家 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则诗 跟西方的极简的几何造型 李在前的创作观 强调形面量体 必然有其逻辑的构成的秩序 表现理想中的造型 素仪形是他的思想核心 由一组相同的基本造型单元 例如立方体 三角椎体 圆柱体 或弧形体 纯粹的几何造型的巧妙组合 主要表现创作者 他心灵中的感知 跟他的主观秩序 李在前曾经在他的创作理念提过 构成性的纯粹造型艺术 在创作意念的基本要求上 就是要扮演一个生命再造者的角色 去引导我们迈向完美至善的精神境界 我们来看1985年的时候 李在前的雕塑作品 第一线的无限 那这件作品 其实是在北美馆开馆展览期间 产生的有一些 所谓的艺术事件 当时的情形 招致有心人士向情治单位取报 从某个角度来看 疑似向共产党的红心 那这个当然 我们从因为雕塑作品 在不同角度看 当然会有 是是而非的那种 那种意象 当时在未经作者的同意情况之下 主办单位就将他的作品 集成银白色 当然造成一些影响大波 当然这个就是 不仅让创作者感到 就是不受尊重 在艺术界 引起广奋的讨论 那我们说这个 低线的无限 在今天 它已经是成为 李在前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代表作品 倒也不是因为 就是这件作品引起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渲染大波 而是它本身 在整个的台湾美术 这个特别是雕塑 在进展过程当中 本身已经烙印下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事迹 再来我们来介绍高灿星 高灿星 他本身是一位勤奋 谦和创作的雕塑家 他的创作背景出生于 钢铁世家 自幼对于钢铁材质 及处理工具技术 相当的亲切 高灿星的雕塑历程 也是从尼硕 木雕 进而 以最熟悉的钢铁 为主要的创作媒介 他利用各种工业机具 的切割 以及焊接为手段 将板状 块状的钢铁 展现造型 触感量感 时间以及空间 雕塑的本质 形成独特的钢铁雕塑艺术 高灿星早期的创作思想 探讨人生 宇宙 以及自然 以环境课题 自90年代之后 高灿星的雕刻形式 彻底解放 朝向抽象构成 然而其思想结构 才是雕塑的本质核心 我们来看 扁评馆典藏 高灿星的雕刻作品 寿性 人性 神性 这件作品 以三块直立的黑色铁板为组合 最左侧的一块 切下一个边角 然后插回原来 缺角的侧边 中间的那块 只是在边角 切割出同前一块 一样大小的刮痕 而最右侧的一块 则保持完整无暇的状况 艺术家以这一种形式上的对比 来暗喻 受性的尖锐 伤害 以及人性的脆弱 异断 以及神性的无暇完美 那我们说 那么巨大的钢铁 高灿星在处理上 其实也赋予了这样的一个意涵 那我们觉得这一组作品 是高灿星作为1991年 是相当具有力道的一件雕刻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